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由橙子妞写的锦衣之下饭外 第37集,儿女出门偷玩,突遇危机 路易自从察觉到儿子的习武天分之后 他也并没有像今夏那般高兴,毕竟他们路家的天资都不错 比如路易的父亲,一手改变锦衣为处境的人 比如他自己,甚至比如盖叔,虽然武功不怎么地 但是在医学方面也是天才型人物 只是对儿子的教育这方面更是上心了 毕竟天才的另一面是魔鬼不适 如果最后他这天分用到了不正当的地方 那才是真的头痛 只是路易从未想过他竟然能生出一个暖男类型的儿子 相比女儿的鬼马精灵,儿子的个性十分温和 面对比他大几岁的姐姐也是能让就让,对今夏更是别说了 那就是儿子的心头第一 还是后来路易自己吃儿子的醋 恐吓儿子去找新的第一对象 所以对外儿子就是大家公认的护解狂魔 今夏记得,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还被姐姐狠狠嫌弃了 小姑娘对母亲抱怨,怎么弟弟长得皱皱巴巴 好丑 今夏自然要为刚出世的儿子便姐轻轻点了点女儿的额头 十分傲娇地反驳,哪里丑,看着皮肤红彤彤的 皮肤越红以后就越白 到时候长得比你好看 你可别羡慕 小姑娘不屑地别了别嘴,明显对娘亲的话表示质疑 直到弟弟满月之后,皮肤又白又嫩,眉眼也稍稍长开了些 她才一改之前的嫌弃,整日里抱着弟弟到处炫耀 倒是吓得袁大娘整日里跟在两个孩子后面 一个才几岁的小女孩就赶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四处奔波 真不愧今夏的女儿 从儿子出生的那刻起 就已经被自己的姐姐奠定了她在这个家庭的地位 就是她的小跟班 基于她常常跟父母对抗的经历中 她深切明白了自己从人数上的致命弱点 所以她势必要将弟弟归纳到她的阵营中 所以今夏的儿子也算是被女儿教养长大的 面对自己的教育结果 她也十分满意 毕竟弟弟真的成了她的根屁虫 而且她也经常沉浸在那种可以保护弟弟的优越感里 只是在他们长大后的某一天里 姐姐偷偷带着弟弟溜出家 那个时候小姑娘才十岁 因为父母突然每日都将他们控在家里 也不像往常带他们出去玩 正处于叛逆期的小姑娘哪里能忍得了 终于偷偷领着弟弟出了家门 结果就出事了 因为陆毅当时正在办一件大案子 陆毅向来是赶尽杀绝的性子 被逼得狠了 对方便发生威胁 陆毅要伤他亲儿 陆毅幼时便有这样惨痛的经历 为了以防万一 特地让他们都不要出门 当然受了威胁的陆毅 手段也越发狠力 被逼跳墙的犯人终于带到了这个机会 也不顾及什么后果了 是要让陆毅承受痛苦 两个小人被众多高手围在中间 往日不可一世的小姑娘终于也察觉到了危机 但是她还是死死地将弟弟挡在身后 毫不恐惧地瞪着对面的人 领头人看着小姑娘凶狠的眼神 也忍不住放话 你们不要怪我 要怪就要怪你们是陆毅的孩子 他对我们赶尽杀绝 总要让他付出代价 说完旁边就上来两个人要来抓他们 只是还未近身就被小姑娘直接踹翻在地 估计他们也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竟然有如此伸手 领头的人 见状也决定速战速决 一群人就这样围上来 小姑娘心里已经开始害怕了 还害了弟弟 但是面上仍然十分戒备地看着对方 此时 她身后的弟弟一把将姐姐拉到自己身后 小声对姐姐说 姐姐 待会我缠住他们 你趁机逃 弟弟知道 姐姐轻功不错 只要自己能替她拖住 相信姐姐一定能逃出去 小姑娘自然不肯 但是平日里那个世事都听她话 脸上始终笑着的弟弟 此时却冷着张脸 正色地对着她说 姐姐 保住一个是一个 不这样我们一个都跑不掉 你要让爹娘同时失去两个孩子吗 小姑娘想了想 忠实点了头 只要她逃出去 就有机会找来救兵 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一瞬间众人都围了上来 面下看着平日里 不动声色的弟弟这么小的年纪 却能在一群人中周旋 却暂时未能看出败迹 她也不再犹豫 准备脱身离开 众人觉察到她的意图 又开始往她的方向围过来 而弟弟那边终究是年纪小 已经慢慢开始力不从心了 听到了弟弟的一声痛呼 回头看弟弟手臂上 已经被划了一刀 但是她还是朝着姐姐的方向 喊道快走 她终于不再耽搁 努力跑出包围圈 终于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突然一把刀直接插入了领头者的喉咙 众人都看向刀飞过来的方向 是路易 小姑娘看到父亲 急忙朝父亲喊道 爹 快就弟弟 众人见老大已经倒在了地上 已经成为乌合之众了 很快就被制服了 小姑娘一头扎进父亲怀中 终事后怕地哭了出来 路易心疼地拍拍女儿的背 不过小姑娘终究还记得弟弟 又跑到弟弟身边查看她的伤势 曾扶过来对路易说道 大人 公子是皮外伤 路易轻轻点了点头 看向儿子的方向 晚安